這是25號颱風當天 高雄左營 桃子園路的景象 馬路變成泥流 雖然第一時間積水淹進大樓 在斜坡車道形成一道泥鋪 還淹進地下一樓 但還好只有沾濕地板 大樓幸運全身而退 不過不用怕 因為當地理長說 大樓除了第一時間 啟動大量人力 架設好擋水牆 斜坡車道還有好幾道排水溝 也發揮作用 水真的來不及往下的時候 其實它是可以從這個水溝下去的 如果穿透了三層水溝 再流進地下室 最底下還有蓄水池跟抽水機 可以隨時應變 像B3的水溝孔 我們看過來最少就有10顆了 以這棟大樓 可以容納91立方公尺的水量 幾乎是三分之一座 標準奧運泳池的容量 因此讓抽水機有機會運作 不過可不是每棟大樓都有這麼多道防線 因此颱風過後有人看屋 發現室內有好幾個角落出現水漬 就擔心不已 還急忙發文求助 先問說這裡會不會淹水 地勢夠不夠高 原本待看房屋 地下室只看自己車位 但現在從排水溝 排水孔的位置 甚至抽水機的維修紀錄 都得問個清楚 雖然這次高雄市三民區 淹水最嚴重的大樓 從防水砸門 排水溝 以及抽水機都有具備 但年份不同 設備的負載能力也有一定差異 面對大自然的考驗 只能做好完全準備 把災害降到最低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